在新北市呢 有一个诚信的毒贩大盘商 年初入狱之后 他的太太不但是接手经营贩毒 而且呢 带领旗下的小弟 另外组了一个暴力讨债集团 放高利贷 被害人只要还不出钱来 就会被抓去毒打一番 而且扬言呢 要把人带到山上去活埋 手段很凶残 让这些被害人根本不敢报警 每天活在恐惧当中 要什么控制你小弟的啊 面对媒体紧紧拉着压舌帽 绰号大嫂的理性嫌犯 个子娇小长上清秀 身份却是贩毒大盘商的老婆 丈夫入狱后不但卖毒 变本加厉 还自己组织暴力集团 手段凶残 短短的借了三万块 但是啊 累计的利息总共要付了十几万 后来付不起啊 后来被这个暴力集团啊 把那压器啊 痛殴 警方在嫌犯租屋处 发现三支改造BB枪 还有各种殴打被害人的凶器 凶残的程度 好几支金属铝棒被打到断裂弯曲 被害人即使遭到这样的毒打 身上手背都是BB弹的弹痕 也不敢报警 强压的手段 然后把它压到山上之后 挖洞要可以活埋 甚至肆意灵虐 等等手法来逼债 还不完的高额利息 加上紧迫丁人 被害人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些浅胸痘狠的青少年 老大入监后 大姐头接手反而更加凶残 但还是全被警方一举破获 中天新闻综合本 好的 我认为你 谢谢大家